詞曲 李宗盛 以熱烈的場聲來歡迎Jason 上台做他的Thonight演講 謝謝主持人 總覺得好像來到面試場合了 對 好 其實我想 宅本橋博士要透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不用加入Google 也可以參與Open Source的開發 你可以每天無聊一直送Page送給Google Google有一天就會收你的Page 一收了可能五六十個 那你就可以拿你的手機 跟隔壁妹妹說 你的手機裡面有我的名字 這是約會的時候可以用的 有沒有用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來探討這個議題 就是說來看一下這個生態圈的回顧 為什麼要訂這麼大的題目呢 因為我想說最後一次在這邊演講 可能訂一個比較大的題目 然後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就是我們回顧 然後也許我們可以做一些展望 然後我們來先看一個台灣特色 台灣特色很有趣 就是我們現在想一些點 這個跟軟體沒有關 但是思維可能有一些觀點 就是台灣裡面有趣的點是什麼 甜點好吃因為不甜 然後油飯好吃因為不油 然後最酷的是什麼呢 照相如果照得好是因為什麼 因為照得跟本人不像 對不對 就是台灣特色 很有趣吧 油飯當然有啊 但是在台灣就是 你會聽到女孩子說 油飯不油好吃清爽 好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講BBS好紅 是因為不新 BBS用Telnet 你知道很多學校為了要解釋BBS 是怎麼一回事 還要特別教Telnet 很多人都已經忘記這玩意的存在 但是為什麼呢 好這個是對我們台灣來講 台灣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媒體的上游 OK 那今天才會有媒體嘛對不對 好比方說像昨天那個PTT要維修嘛 那記者就比較困擾一點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Telnet BBS 這個東西好玩的點是什麼 它讓很多專家跌破眼鏡嘛對不對 你知道純文字的東西 現在你看 現在寫遊戲 只要有一個純文字的遊戲 人家就覺得這樣不叫遊戲 對不對 像那MUD人家就不認為是遊戲 對不對 但是PTT這一類的BBS 讓很多UI UX的專家跌破眼鏡 然後更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是台灣影響世界最大的 我們目前為什麼發現最大的那個 Open Source專案 好幾億人都驚呆啦 對不對 但是這是名副其實 好我們來欣賞一下 幾億人是怎麼一回事 好那BBS基本上有兩大家族 一個是Maple BBS 這是在台灣通行的 另外是Firebird 那Firebird是在那個大陸比較通行 所以基本上你隨便算一算嘛 就是你隨便算一算那個人數 那都破億 那當然破億是下面 那上面是想像中破億 好總之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城市 而且城市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學生的創作 當然一開始不是 但是後來有很多是來自學生的創作 然後這些學生的創作呢 我們透過網路的媒介 短短留到對岸 然後有上億人在用 那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實 那雖然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一直在講Mobile 我們講一些什麼 那些什麼移動通訊 然後講那些 Web2.0 3.0 4.0 我也不知道幾.0 那工業可能就不小心掉4.0 那Web有一天出5.0 反正你就會相信 有一天可能出99 我也相信 反正 我有一天 像我最大樂趣一直看Firefus 就是看什麼 欸它版本怎麼說跳99 跳99 跳99我就抖內 對 這太好玩了 對 不過抖內的原因是 因為我實在沒有看過哪個軟體的版本 號是99 一直在等那天存在 好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從那個一篇論文裡面摘錄的 那就是說PTT的那個人數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瘋狂點是什麼 在09年其實很快就到什麼 很快就是 上萬人的規模 而且這個東西還在持續成長 但是一個非常瘋狂的事情 那 我今天不是特別來講BBS 不是 我講錯了 我今天不是特別來講PTT 其實我要講的是 我們有很多軟體就像這樣 其實跟你我都是息息相關的 那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忽略它 然後都以為說 一定是 某個地方 國外亞會比較好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 就這個很有趣 它是一個文化 它顯然是一個文化 然後影響非常深遠 好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像這種 逆轟高飛的案例 這個詞實在太棒了 實在可能感謝我們總統發明這個詞 你知道這個逆轟高飛是什麼詞 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人不看好它嘛 對不對 很多人不看好說 這個東西就是 跟UI設計實在是 不搭軋的東西對不對 然後什麼水球 什麼鬼的一堆共同拆在一起 很多UIUX的專家說 這東西不簡潔 這東西沒有 對不對 一定要什麼 Bigger than bigger 才會這樣簡潔 然後BBS把所有 你想得到所有糟糕的東西全部塞進去了 還不是很多人用 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怎麼說呢 這叫逆轟高飛 就一堆人家轟對不對 所有專家都轟它 它就高飛 對不對 所以這個詞是這樣解釋的 就是在困境中的成長 感謝我們總統給你們一個很好的池 好 但是其實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你以為只有在台灣才會有這麼奇怪的事情 什麼甜點不甜啊 對不對 然後那個 照相拍的美是因為拍不像 好 但是呢其實我們來看一下 Linux Tawas 其實它在2012年接受訪問的時候 它也承認一件事 Linux Kernel最早是用在桌上型的電腦 是希望說可以作為 比較說MiniX的 就是強化版的MiniX 類似這樣的概念 那一個個人用的電腦 那最早呢它是Desktop 這個事情持續很久 但是從TCPIP出來之後 那一刻已經改變了 那從93年開始有一些TCPIP的Stack 整合進去 那從1993年然後一直後續 影響非常大 Yahoo還有一系列公司就開始採用 然後 那Linux來講的話 那在超級電腦的市場 有97%以上的市佔 然後在手機都不用講 基本上像我在學校上課 有時候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同學說 老師我對Linux不熟 怎麼會不熟 你拿著它 抱著它 對不對 比你女朋友男朋友 老公老婆都還熟啊 對不對 你會帶老公去上廁所嗎 不會吧 但是你會帶手機去 那怎麼會不熟呢 對不對 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手機很好玩嘛 對不對 就是超過10億的裝置 我已經來得數了 超過10億我就不算了 反正那個數字太大了 好 那 沒有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逼臉好唸 有時候英文講差 人家聽不出來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Linux towards 它其實它也承認說 其實Linux雖然獲得很好的發展 像Linux Foundation這一系列 獲得很好的發展 很多廠商贊助 但是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在桌面市場其實都還是停滯的 當然有突破 但是其實突破是相當緩慢的 好 甚至有時候我們都忘記有Linux State Stop這種東西 對不對 看著閃閃的Mac 對不對 好 那所以我希望說大家可以思考 不用凡事都講國外 那其實我們這個土地上有很多活動 是很值得讓我們去看看 好 那另外呢就是說 呃 因為是最後一次在這邊做演講 所以不太想要做太多簡報 所以請你隨時按下麥克風打斷火 那請你補充啊 或是提問 那因為我們會講一些歷史故事 然後再做一些比較年長的朋友 那可能知道比較多歷史 那請你歡迎隨時打斷火 好 那我們那個黑配 就是那個Costcard官方的黑配 那你可以在上面問問問題 我等一下有空瞄一下 好 那所以我想探討的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來自台灣 就是真正 真正源自台灣的高影響力的專案 好 像BBS啊 或是中文資訊化 可能大家比較熟悉 比方說像中文輸入法 中文的 呃 的自行啊 還有一些 呃 語系的資源 那其實這個台灣是非常領先 在全世界是非常領先 曾經有一度 然後再來是 科技產業受到影響 還有社群化 後面三個其實沒有投影片 就是說如果有人想問 那我就回答 那如果不想問呢 那 反正我就講到底嘛 就是講到時間到 那 所以 真的有準備的檢報其實只有前面 好 所以我們來回顧先來看BBS 那BBS 基本上是這樣就是 呃 這個時間很錯亂 我早老半天 所以還蠻痛苦的 我以那個 我參考資料為主 晚一點我把它弄上線 那萌芽期呢 其實你可以放在很有趣的地方是 其實在1973年 其實在美國就萌芽了 但是在1992年 來自中山大學的團隊 那 如果有人聽過 龍捲蜂 那這個 那個 就是龍捲蜂的 以前的西優 那他們在做 就是 讓 原本在美國的博物街的BBS 把它中文化 然後 變成是 可以支援Internet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說 萌芽在1992年 但是茁壯呢 在1994年 比小孩子還快 對不對 你看 前面還剛出生 然後就叫爸爸 那叫爸爸這時候幹嘛呢 爸爸記者快累操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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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不要跳那麼快 我們再看 1994年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1994年呢 這個時間點很重要 因為那個時間點發生什麼 它內 它 就是說 學術網路 那很多人 第一志願是交代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交代網路快 那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 它內 那 在 整個學術網路 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氛圍 那很多主持 計畫的教授 其實他沒有空管理 那就授權給 他的大地址 還有各式各樣的 所謂的大中館 所以各大學校 從台灣北邊 到南邊的成大跟中山 都有各所謂的大中館 那這些大中館 其實創造很多成功的案例 比方說我們知道的是像無名小站 Pixnet 還有就是這一系列 就是很多來自網路的專家 那 其實都是那個時期奠定的基礎 那當然你會看到很多很熟悉的詞 那當然有些站裡面不見了 比如說音樂與繁星這種 好 那到成熟期實在太有趣了 就是 我們就不講了 這個大家懂了 就是 反正打開電視又會看到那個 來自PTT的訊息 類似這種的 好 那我們來快速回顧一下 就是說這些有一個很重要的轉捩點 所以你看到 其實台灣的 台灣人其實不是不能做 開發 那就是開發 而且我們要知道 這些BBS大多 很大比例是用GPU授權的 那它有一個共同來源 就是Pyro BBS 那是在1990 這個Luke發展的 那後來Eagles 那在 就反正92年93年 那中山大學是 其實兩套都有去改寫 就是中山大學BBS 不過他也搗戰了 那 後來是交大 那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列出來很大名字 就是我們講BBS的時期 很大名字都是台灣人 甚至是某幾個學校的學生 那Finnis BBS 那就是交大鳳凰BBS 那 這個很有趣 就是很多很強大的人 就在裡面 那 後來有一個系統是Maple 那你們有看到那個版本號 那版本號很有趣 就是說他們都有一個命名 有一個 就版本有一個風格 就是說Eagles 是從那個Pyro改過來 所以它的版本號 就從1跳到0 那那個Finnis 是從Eagles 改過來 所以它的版本號 從2跳到3 或者跳到4 然後那個Maple 是什麼呢 Maple就是從Eagle 跟Pyro改過來 所以它的版本號 是從2.36 那後來像那個陽光沙灘 就是SOB 不要問我全名 那 那 有版本號很知名 在這裡面 比方說X-Shadow 那X-Shadow 他就是 陳森瑋博士 那在哪裡 就在隔壁而已 就是在那個資訊所 好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其實這些人呢 其實影響台灣 以致影響到整個華語區 包含 包含香港、澳門 然後 我記得新加坡也有 就是說影響是非常大 所以 我希望大家認真思考這件事 就是我們的前輩們 他們就是這樣做了 就跟很多 學生們在做的事情一樣 那 那 你可以看到那個 很有趣的時代發生 就是 只是為了滿足一個 明顯的需求 比方說那時候 一個戲上面有BBS 就會被人家罵 欸你現在怎麼沒有BBS 就跟現在我們講 現在怎麼沒有 粉書連死 那個叫什麼 粉絲團 很難唸 粉絲團 好 不重要 一樣道理 對 就是一定要有這東西 那就是要駕站 所以那時候駕站 真的各樣都有 有中文系的 建築系的 另外就是有一大堆系 總之他們都加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Maple BBS Maple BBS 基本上 我們台灣主流的BBS 基本上都是從Maple BBS 改過來 包含那個 PTT 不過PTT比較特別 它已經幾乎是改寫的 那大陸主要用的是那個 叫它自動改的那個Phoenix 那台灣的主流的像 SOB或者是 那個PTT 基本上是從這個 自動系統來的 然後我晚點會把那個 卡比特把都標出來 那這邊有很多人很有趣 其實它對網路影響很大 然後他們可能就任職於 Yahoo啦 Apple 這種這些公司 那 不過裡面很多人 就已經離開台灣了 好 那Anyway 就是說他們在很短的時間 我們再回覆一下 在很短的時間怎樣 萌芽 茁壯 然後一直創造今天這種規模 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那這個是族譜表 這是我找到 目前為止我找到最好的 就是都評整理的 然後 如果有人想打斷 請告訴我 因為我這次玩BBS的時候很晚了 已經是1996年 算很晚了 在玩了 所以那個看的世界不太一樣 那所以你會看到說 像Maple Maple 2 那後來Maple有個3 那再來就是那個 清華 在清華 在清華的BBS 那就有一個ITOC 那所以像有多BBS 從那個 封橋驿站改過來 是上面那個ITOC那個版本 然後呢 但是有很多分支啊 比方說SOB 0.22 然後一直長長長長 那我們PT在哪裡呢 PT在 其中某個地方 在下面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說 後面有很多打叉叉 打叉叉就是不見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個我們今天看到不見 其實你要知道一件事 這些所謂不見呢 其實台灣曾經有什麼 有兩千個以上的BBS在 那當然就 除了這個BBS的Server以外 還有BBS的Client 所以我們會有寫BBS 寫PCMAN的PCMAN 然後還有 還有使用PCMAN的JSERVER 對不對 對 就是還有各位 那當然還有 各式各樣什麼Mati TUN 什麼鬼 那你們就是那個人家 有一大堆TUN 反正就是什麼TUN就對了 然後比較少MAN 那可能只有吃雙PCMAN 那 所以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時代很有趣 就是它發展非常快 然後好玩的地方是什麼呢 發佈有時候是透過 學校的官方網站 或是實驗室的網站去發佈的 比方說上面這幾個 就上面比方說那個ITOC 那像那個Snow的話 它是 在那個 蛋漿嘛 蛋球廣場 那就有幾個學生去開發 那很有趣的地方是說 他們可能為了這件事 還特別去做出一個Domain 屬於學生的行為 但是用學校名去做這件事 那這邊有一個 反正 總之在開發過程上 演化是非常快 那甚至人家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 Web BBS 什麼時候出現的 我查到最早的記憶 其實980就有了 980就討論了 那99年比方說 像那個Snow BBS 就開始有一些早期的 99年 然後2000年 就有這樣的release 但是多數人還是覺得什麼 還是覺得Telnet好 你看 這個UX的專家又要跌破 就開始搖頭說 這些死骨不化的人 怎麼樣 就是有內容怎麼樣 贏了吧 所以 你要知道一件事 很多人 是為了要存取BBS內容 來學習幹嘛 學習怎麼用這個終端機 這個很有趣的事情發生了 所以我們不要說 Telnet是那個 終端機是那個宅男的 或是阿宅的那個 最愛 或是阿宅才會有 不是啊 很多人是為了 能夠聯網去學這些東西 好 然後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看幾個類似的例子 就是BBS無疑是最大的 我們來看幾個小例子 不是小例子 就是相對小的例子 那比方說我們講KDE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KDE從1997年就有 然後 早期的中文化 其實大部分都是台灣人做的 就是 對岸有一些原因 幾乎比較猛 那台灣的話 就像莊明哲先生 那他以前 就是在台大電機 有一陣子 待過 中文院 然後 比方說KDE的 韓式庫裡面 有他的貢獻 那在二十世紀末座 那一直到今天 莊明哲先生的程式們 還是在這邊 然後再來是黃志偉先生 那 就是 那 他現在在一些 消費型電子公司工作 但是在這之前 他主導過 GNUD GAT KEEP 就是VIP的解決方案 然後當然是還有在做 很多來自摩治亞台灣 就是台灣人的交往 因為 Firefast OS 是由台灣主導開發的 然後 這件事很重要 然後再來是一些 強者我同事 在 比方說MC Link 還有一些 Linus kernel的貢獻 好 那 這個其實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這幾個專案 在全球都有 極大量的使用者 那 比方說 以 Firefast可能是千萬幾的 那 以MC Link來講 Android有幾台就有幾個 所以就是 我們不用算了 反正就是上億 那 但是我們可以回想 其實 在這之前 其實很多軟體都是很奇妙的事情發生 比方說 你可以想像1995年的Exmino 怎麼處理那個 中文字 那其實那時候 我查到一個超有趣的典故 就是 有一位劉德華先生 就是那個劉德華 you know 就是 不是那個劉德華啦 那個是 較大的叫劉德華 反正 又帥又會寫程式 沒有我沒見過他 那 他就是 他做了什麼事呢 他把DOS模擬器跑起來 跑在Linus上 然後把那個文字輸出 轉向到Linus上 所以 每次打中文字 就像什麼 就像每次存取檔案一樣 真的非常酷 然後 所以他用DOS的輸入法 倚天中文輸入法 或是什麼國橋輸入法 然後讓Linus下 能夠把中文字輸出 然後接著 就有一堆交大志工的人 去解決中文處理的問題 我就差不多那時候玩Linus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 這些前輩們超神的 就是 那個Exmino完全 一開始完全認不得中文 那他們用很奇 奇特技巧 不是奇蹟影巧 是奇特技巧 我們要尊重這些前輩 然後呢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呢 那時候我就問這些 這些那個 問這些前輩 為什麼你們會去改那麼多 有一個交大的前輩告訴我說 你本來就可以自己改 那時候太震撼了 那時候我高中 你本來就可以自己改 後來想想 對 其實你不需要淪落成 某些商業公司的台教者 像我覺得很多 我們本來就可以當電腦的主人 買一台電腦本來就是 你就可以自己控制吧 你要什麼時候開機 什麼時候關機 對不對 你本來就可以自己控制啊 可是你打開開機的時候 跑線 跑線 什麼 TEN 對不對 這很恐怖對不對 好 好 你不知道這個東西啊 算 好 所以就是 付出與分享 其實是最好的肯定 其實我們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因為那時候需求很迫切 像BBS 或中文處理是很重要的需求 然後呢 再來是2005年的時候 比如說Debian台灣 那包含我以內的一些成員 我們就開始搞一些事情 去改善一些本土的軟體 像這些系列 然後呢 其實我們沒想到 那件事很有趣 就是開始 對 那個計畫只有做一年 但是後來就爆出奇怪的結果 那 甚至連輸入法這件事 也可以沾口水在 我不想講這些細節 因為 這個細節網路上有 但是 You know 那總之就是說 這其實導致很多很糟糕的事 就是說 已經沒什麼人在寫 還可以吵架 OK 這個吵架很奇妙你知道嗎 就是說 比方說 有一個軟體是兩個人寫 一個軟體是兩個人寫 那一個人寫的軟體 他就覺得說 你們兩個人寫在欺負我 我說 你知道那個問題了吧 那 就根本沒幾套啊 OK 那總之呢 Anyway 就是說 這件事導致一些很不好的現象 那其實也讓我們台灣的那些 很重要的軟體 那個 困頓已經 然後2012年之後 就是 我們高村長嘛 就發起那個 那個 G0B嘛 然後 刺激了大家扣電欲望 好 那 其實我希望大家認真想一個問題啦 就是說 每天用的軟體我們為什麼不去改善 好 那你可以說 因為我唸文主 好 fine 我相信你 那裡主呢 因為我唸電機 我比較熟電 算了 那吃東西呢 因為我都在學理論 所以我還沒有空學這個東西 等我畢業就寫 畢業呢 因為我上班很忙 那週末呢 OK 那你休假呢 你不是很喜歡寫程式嗎 對我喜歡寫程式 但是每天用的軟體我不寫 OK 所以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發生的 那每天用的軟體是有極少數人在開發 就像我剛才講的 兩個一個是真的事情 不是誇大事 然後 我們台灣的資訊工程系越來越多 當然電機系也很多啦 多到我已經不知道跟什麼鬼一樣 就像我以前念書的時候 一個班才40個 然後 等我回去學校教書的時候 回程他教書 怎麼一屆竟然有120人 150人 那聽說我明年要開個班 要150人起跳 我不知道什麼樣子 一個人開150人的課 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事情 竟然 在學校會有人說 老師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說每天做軟體拿來改 有Source Code就可以來改 沒有Source Code 想想看他在運作什麼 好 然後 所以 這是我剛才講的事情 所以其實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麼改善這個現況 那 那 甚至我三年前搬到南部之後 那我們就 就是南部一些朋友 也是對軟體也有熱情 也是覺得說 應該可以來做一些事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做 所以我們搞一些 比如說一個 在台南聚會 在莫薩 然後再來是 在高雄三年慶搞一個莫抗 因為我們發現 Cost Club 有很多人都是南部人 南部人 去跑去北部的活動 參加北部活動 再跑去南部分享 那乾脆在南部辦個活動 所以 只幹一個研討會 那全台灣唯一堅持 在桌水溪里南辦的研討會 但是 那說真的也是很多困難 那甚至呢 我們在 因為很多老師的協助 比方說黃斯坤教授 的協助下 就是我們在教大 也是辦了一個 以自由軟體跟開放原始碼為主的課程 要注意的是 就是這種課程的 有課名 有開放原始碼的課 其實在很多學校都有 但是 但是 很少 以實作為導向 就是說 學生一定要貢獻回去 給open source 貢獻給社群 那 這門課應該是我看過 全台灣 甚至整個 整個 華人圈應該是第一個這樣的課程 那這個課 其實只開兩年 其實開得還蠻堅信的 就是 因為 尤其是每天會寫的 用到軟體其實 比較少能改 那也比較特別的 什麼open什麼鬼的 然後什麼鬼的 然後就是那種T彈券的 然後再怎麼點JS呢 就很多人寫 不過 認領完之後 不見得會有貢獻 好 那我們 其實我們要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說 所謂的國外 有時候在台灣看國外 有時候很麻煩 因為其實我連這邊叫什麼國 我都不曉得 就是 anyway don't care 那 所以就是 其實我們說講國外 有時候是講日本 美國還有歐洲 但是其實你可以看到巴西 你可以去看看巴西 裡面有多少巴西人貢獻 很簡單 你怎麼看 你寫個Regular expression 後面點BR 就過了 那你會發現螢幕會一直捲 一直捲 一直捲 那我們台灣是這樣 點TW 可能一直捲 一直捲 一直捲 都是同一個人 巴西不是 巴西是一直捲 一直捲 那個名字認不完 然後甚至在越南 這個是很嚴肅的議題 其實越南這幾年做軟體代工 開始有些人在做那個 open source開發 那句話跳過 那 所以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這是我個人觀點 我覺得所謂的地流專案是什麼 就讓人為不是台灣的專案 我兩年前我到linens foundation 當那個 Android Builder 的那個 Android Builder Summit 的一個 就是算是 Android Top 的conference 然後去當kino speaker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呢 就是我隔壁都是做intel 然後做quacan 那時候我就知道 我在我的公司上面寫 台灣branch 對不對 就是 讓人家覺得 總公司不是在台灣 是在台灣branch 讓他覺得我是ABC 雖然英語講得很爛 那就是 懂意思嗎 就是台灣會動成這樣 不然我實在是不曉得 跟人家解釋說 我們台灣的你會選 open source軟體 就是 讓人家覺得不是 原字到台灣 人家就覺得 成功的覺得你OK了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那扣掉這些軟體呢 其實還有很多 比方說open web mail 那open web mail 那open web mail是 由成大電機 電通所的那個 董仲凱博士 他主導開發的 那這個專案非常成功 你可以想像他是 自由版的Gmail 應該是說 他出現得比Gmail還早 那 基本上各大台灣的學校 甚至 對岸機也有 就是很大別的學校 都是用open web mail 那他的開發者 是董仲凱先生 他的代號叫unison 那他的博士那麼 非常的酷 你可以去下載他 他的博士論文就是講說 我是董仲凱 我開發了open web mail 我有這樣的使用者 不不不不 所以前面都是我的使用者 我多少人會評價 這樣就是博士論文 欸對啊 我寫出很多人用的軟體 夠了吧 可是我也寫很多軟體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畢業 那 這就是剛才講那個 那個黃志偉 然後再來是 再 欸 跳太快不好意思 然後再來是 PC面跟我 就是在2006年 我們就搞一個專案叫L4D 其實那時候要求很簡單 就是說 因為PC面以前呢 過去八年都用很 很輕量級的電腦 不是輕量級 叫做很重的電腦 就是很舊的電腦 又重又舊 但是他比較有感情 那問題是 以前電腦跑起來很慢 怎麼辦 所以他為了要能夠 用舊的電腦 讓他可以發揮到更好的用途 所以他去開發了L4D 帥吧 然後呢 就很快就變成 比如說很快來 就很艱辛的過程中 他成為全球前四大的 作品系統 那 反正他最大特色是輕快好審 那 像德國法院 巴西政府 都有充分採用 那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最重要的是大家可能都會換 忘記這玩意來自台灣的 好 Firebox呢 這個正面話說 這個是一流的專案 所以 建構在Android的基礎上 然後把 摩托爾龍潭 都整合進去 那我想 之前Kotskab好幾屆都講過了 那從B2G開始 那如果疑慮的話 可以問Think 好 然後GDP 好 終於有正面向的訊息 前面講說 前面都不太正向 那我們再有正向 好 我們要改造這個社會 好 然後 其實沒有什麼 我們做不來的事情 所以其實 有時候覺得 為什麼要講風脈 風脈就是 對啊 你大概猜出來 這簡報沒剩下體驗 其實我就覺得 有時候 我覺得我講太多 有時候 就是 可能大家興趣不在此 可能大家覺得說 反正中文書法 一定有能做 中文字型一定有能做 那桌面系統部分 一定有能改 那 好像不是很重要 是不重要 但是 不能打字不能用 然後中文在很奇怪的地方 出現 去談那個字 在遊戲裡面不能打電動 不是 在電動裡面不能打中文字 我在講什麼鬼 太難過了 那 所以 所以我為什麼要風脈呢 我覺得 好像我講太多話了 我做了一些錯的事情 我講太多話了 我寫的扣太少 睡覺太多了 那總之就是 呃 我應該回去寫程式 那 當然靠一個人寫是不夠的 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活多久 所以我想到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回去教書 所以三年前我就去教書 然後帶著學生寫程式 然後 培養學生的 比如說熱誠 我覺得 讓他們做他該做的事情 那 這個 這個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做 我會自己擦一擂 那 當然 往好地方想的就是說 UiU公司有開設 open source的職缺 靠近平靠科技 那我是希望說 再做多的是 各位是 就是 學生的話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 剛剛詹姆喬博士其實跟他講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呃 我對Google其實也是有興趣的 但是我想做Gmail 因為可以看女生的Email 就是 如果可以去做Gmail 可以看女孩子的Email 我就很想去了 但是其他我就沒那麼大的熱情了 所以就是說 但是沒關係 你看 我都還沒有準備好要去Google工作 就會有人聯絡我 我覺得很有趣 對不對 就是胡適說的 發表是最好的記憶 然後呢 其實在過程中我學到很多東西 當然有理論的 那可能Binary Tree沒有學會啦 所以有時候Google的面試過不了 那就是 但是我學會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方說 跟那種 還在 就是Bail Lab的人合作啦 我還有 被人家指出說 被那個 西 西加加的那個 標準的 Community 的那個 成員說你這個地方寫錯了 或是被 Linus Thomas說 你這邊的地方寫很爛 那是很早期啦 就是上個世紀才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就是 那種事有發生過 好 那所以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翻轉教室啦 好 那我們終於來 快速帶一下 其實大家不要忘記 以前軟體都非常貴 20年前 這真的20年前的東西 對不對 我從我家裡找到這個東西 總之以前的東西 隨便不要想 一個很爛的軟體 比你的那個 比你的那個小畫家 還有那什麼 那種祭司本還爛的東西 大概多少錢 要4千塊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但是今天你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取得 那Linus的桌面呢 其實早期都沒有支援中文 那所以當時呢 有一些日系廠商 然後開始有改的 不過大部分都是沒有open source出來 那後來一些日本的一些開發者 獨立開發者 他就合作了 就開始貢獻 那台灣是全世界第二個 以open source來講 全世界是第二個區域 你要講國家也可以啊 你們就是區域或是國家 是第二個 這件事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說 從中國大陸到新加坡 澳門這一對地方 全部都是來自 很大比例都是來自台灣的影響 那所以 但是一開始的需求都很簡單 就是有一位前輩叫小蟲 他只是為了個人需求 他弄一個系統 叫做西友1 不過後來連網站都不見了 就是 這其實 這網站做得很悲哀 對不對 掉了很多眼淚啊 因為以前很多東西都不見了 anyway 就是說 早期用的像我講 就是會用很多很恐怖的方法去輸入 那以前你看到很多軟體 都是西開頭的 什麼西XVin 就是 顧名師就是中文版的XVin 為什麼 因為XVin 根本認不得什麼 什麼DoubleByte 什麼TripleByte 什麼鬼都認不得 那 所以就是說 他做了很多hack 然後能夠為了 能夠認出Big 5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cline端很有趣 我就發現一個趨勢 有趣是什麼 cline端 這種什麼encoding啊 什麼Big 5 這種encoding啊 或者cline端很多技術 很會消失 像那個什麼 像Java 在cline端根本就是一個 夢 但是在server上是非常study 就是非常穩定的成長 然後 那其實這個 Linux也有多少有這種趣味 就是說 在Desktop其實它發展量 非常的 受限 那 但是當時奠定很重要的基礎 所以在1999年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這一年呢 過去那些hack 來自交代那些hack 來自那些交代雲端 雲關不是雲端 雲關 的hack 那些前輩們hack 終於被丟掉 在1999年的6月 那 這個時候呢 日本 台灣的技術 都是世界一流 不過那個時候 所謂世界一流 主要是這兩家 兩個區域 那其他所謂的 大陸參與者 跟韓國參與者 都有一兩位 那時候台灣可以派的代表 就比較多一點 然後 這是銜接國際化 所以你會看到說像 Glibc 2.1 反正總之你就是說 你現在安裝 不管是Ubuntu 不管是Arc 反正安裝什麼軌系統 基本上它的底層系統 都是這些 這是當時建的 這之前有非常各樣的hack 這個hack 我們就不講 不過這個Google搜尋 也收不太到啦 因為這個很難搜尋 就像我早期找BBS的歷史一樣 超難找 就是台灣人自己的事情 很難找 不是台灣人的事情 超好找 什麼英國研究 美國研究啦 牽著手會懷孕 一大堆這種研究 那 所以在2000年之後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說 西友藝慢慢淡出了 因為很多基礎建設 幫忙顯示輸出印表 大家不要以為說這件事很簡單 這過去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 非常困難的事情 好 那2005年 整整十年前 謝東漢博士 他在卸任就是說 他發現 其實當時台灣已經有很多專案 什麼GCIN OPENMANINA RTRIO INF SCI ANIMA 都覺得比他過去 維護的東西很好用 他維護的SCI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現在輸入法 有很重要的基礎 其實來自SCI的貢獻 所以他決定什麼 他決定卸任 好 卸任之後呢 這東西就不見了 然後呢 你會說 後面不是很多專案嗎 對 後面是很多專案沒錯 但是很多專案的開發者 都是統一哥 知道了吧 你要往好地方想 就是說 這個開發者厲害 又寫A軟體 又寫B軟體 又寫C軟體 什麼鬼軟體都可以寫 帥 但是恐怖的地方是什麼 他出了 懂 就是會這樣 好 那 這個細節我就不講了 那 甚至還有一半說 德藝的台灣女婿 阿能 他其實也花了很多心力去貢獻 葛怒 UNIFORM 不是現在已經棄制了 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在 在那個 溫嶺公司 就是那個 英國飛先生 他們兩個夫婦黨 就是很努力的做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都很苦 可能十個人做 可能不見得會比較快 那非常艱辛的在做這件事 好 然後 其實這些前輩們還留在關注 那我記得我在BUS上 不是BUS Facebook 好 現在也不太用了 那在Facebook上面寫 發現什麼 SYC 這個是 那個 那個 蕭永慶 蕭永慶前輩 他在 在那個 上次主導 Spark的設計 好 那其實這些前輩 雖然他們在國外 或是 可能回台灣 但是就是做很忙碌的事情 其實他們都還在看這些事情 他可能有一天就突然 冒出這句話 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很感動 就是他 就是他發一個Facebook訊息給我 然後我看這個訊息 看了很久 當然 你看很久是因為看不懂 我看很久是因為怎樣 我過去回憶全部上來了 就是 在那很艱辛的事情 你連設定檔都有問題 比方說設定檔有什麼 什麼相容性問題 所以一個中文書法 其實底層要搞一大 很恐怖的事情 那當然裡面有些很浪漫的事情 比如說中文書法跟Lisp 有沒有關係 聽起來沒有關係對不對 這些人就硬要把它搞出有關係 因為他們喜歡物理 喜歡數學 然後 然後就跟GCC他是一個Compiler Compiler跟Lisp有沒有關係 好像炸開也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他是Lichard Storm寫的 他愛Lisp 老子就是把它加進去 所以我覺得 當時人都有這種迫棄 老子就愛他 對不對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我們寫出來的軟體有人用 然後呢 我們讓這個東西 有一個美感在那邊 塞一個Lisp 很多括號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你去屋角大廈偷那個情報 如果那個程式碼是用Lisp寫的 最後一日就不要拖 你知道嗎 因為都是夸號 夸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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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笑一下嘛 這個很好笑的 對不對 好 那剩下的地方呢 就沒有投影片了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問題 那個論文是這個 我晚點把它附上來 不過這個論文也是比較 有些資料比較舊 而且最重要是人家是社會所的 所以 唉,就是這樣 好,有人有問題嗎?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人可以按一下那個麥克風,如果你要問的話 那個苗栗的黃先生有一個問題 苗栗的黃先生喔,明年要不要講了 不講了,不講了 唉,酷素嗎? 好,這開課完你再講好了 我們想下面那個,主導教授的想法 好吧,最後一次演講,來爆一些料 剛才前面都有人爆料,我就跟著爆了 以前我高中的時候沒有很想要念子宮系 反正寫成字就是一個樂趣而已 我很想要當醫生 因為我跟我祖父差了70歲 我祖父是台北帝國大學的畢業生 70年前,不是70年前畢業 是他跟我差70歲 所以就是說在日本時代他就是 帝國大學畢業生 反正就是說他就是秀才近視等級的 他過世的時候連宋楚瑜先生都有派人來 大家知道 所以對我來講,我一定要考上醫學院 我覺得不考上醫學院是 人生就廢物啊,我也這件事難過很久 很久很久很久 兩年前我爸還叫我回去考考考考考考考 對啊 沒有沒有,這個不是笑話 就是我覺得就是這樣 那總之就是說 我覺得我念子宮系是很墮落的想法 因為那個從來沒有在我的資源表出現過 我的資源表就是台大醫科 就是一直出現這樣的 然後但是我因為高三的時候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沒有沒有沒有學這個 那我就隨便挑了一間學校叫成功大學 因為我以為我的台中心中的同學不會出現 結果開學的時候後悔啊 台中心都是最多的 天啊 那anyway就是說 所以我那時候推真啊 我就沒有做什麼別的事情啊 我比方說推真我就說 那老師問我說你為什麼來成大 我說我成績那麼高分來拉高平均啊 對 就是就是 反正我沒有很想念嘛 我只是想要找一間學校讓我待著 然後讓我可以重考 因為我那時候感情 就是感情啊 那時候就很難過嘛 那那個上課的時候 因為然後上課的時候 我本來要休學 就是我本來開學校就要休學了 那剛好遇到一件事叫921 然後我媽就跟我說 那你現在學校待一陣子 OK 在辦休學 因為那個我苗栗那些都斷了嘛 就是那個臉外道都斷了 所以也暫時沒有要回去 那所以我就想說 那好吧那就再多念一個月吧 那多念一個月看到 上課C語言的那個老師就是 欸這個東西可能講的不是很精確嗎 他說老師啊C99的規格你讀了沒 然後那個K拿C的這個東西 那你們就知道嘛 好了不要再嗆老師了 我也是老師嘛 自己嗆自己很丟臉 那總之我就嗆了很多老師 總之我系上有一半老師都被我 密切互動過 那 所以 所以但是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我 我 我離開學校真的十年後 就回去學校教書了 對 而且 你知道過去嗆了老師 現在變你同事 那老師就會說 欸黃金群啊 你寫詞這麼厲害啊 去教一下程式設計嘛 對不對 一定會很多啟發的啊 我說欸老師我比較忙啊 老師就說 哎呀你這個 這個戲演這麼熟 對不對 然後你知道後面還有一個什麼 後面說 他說 因為有個老師我搶他OPENGEO的認知 他說 欸 晉群啊 你開圖學不錯嗎 你對OPENGEO也很熟 然後 那另外一個老師就說 那個 欸晉群啊你雖然沒有上過CONPILLE 真的沒去過 一次都沒有去過 那總好 他說 你雖然沒有上過CONPILLE 不過你對CONPILLE 應該很熟 你一定來教書 好 所以我就知道教了 就是這樣子教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這些人都可以你想的啊 對不對 這些以前 我們有些摩擦 有一些誤會 有一些 你們就是這些事 那 那 西上老師 跟我說 雖然你不是很有禮貌的學生 但是至少你有知道一件事叫感情嘛 那現在其實現在欠缺的是 對這個感情 對這個土地 能不能做事的人嘛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老師給 那些老師們 不是我老師 是我們老師們 我們老師們 很多啦 就是 就是讓我回去啊 那你知道回去很痛苦啦 就是學歷第一 不是去Google很難而已啊 學歷第一 連填資料都很難填啊 我每次填 學校資料都會被學校推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學歷難 只有大學可以填啊 OK 所以那個助理就會覺得說 欸 好像老師你怎麼 你資料又沒填完 我就沒得填啊 小姐 每次都被打回來 所以後來知道怎麼做呢 後來就說 比照大學 對不對 你懂了 好 就知道寫這個 那又有助理說 黃老師你在寫什麼 我就沒有啊 我學歷還比你低 好 anyway 就不是只有學歷的問題啊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 那個教書的那個教學很重要 所以這幾年我在做什麼事 我做得非常簡單 就是其實 其實我就希望說 大家回去重新看那個實作 我們過去這些前輩們 們 這些前輩們做很多很棒的事情 他們做什麼事 他們就是 開發世界一流的BBS系統 開發open web mail 那金融文還不知道在哪裡的時候 open web沒有出來 他們做很多很棒的事情 我只是延續他們那種精神 對不對 他們就是對LISP有愛 就在輸入法上一個LISP Interpreter 先不管這件事有沒有什麼 impact 先不管對不對 他們就是愛 就覺得他們美 就灑上去去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只能靠少數人 在做一些美天大家會用的軟體 那為什麼一定要成為一個追星族 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開發一個軟體 要成為追星族 對不對 我們很多很基本的事情我們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對大學教育的認知是這樣 就是說 我做我可以做的事 當然也不要期望我太高 因為 因為同情很遠 對 這個 我已經搭高鐵搭到很多人認識我了 Jason你再講下去的話 請陳子虹再幫你架開市場 你再講下去閃電秀就變成門電秀 對對對 反正我今天會待著 所以大家有多興趣來 可以跟我交流一下 總之就是 謝謝大家 如果有了十年 都一起來的話 大家來拍照紀念一下 那不管你從什麼時候 來Ghost Club 我覺得這樣的場合 是很有趣的地方 希望大家來這邊交朋友 然後 多認識一些人 然後 大家繼續來寫軟體 恭喜軟體 謝謝大家 早知道我就跟他們講說讓你做Gmail就對了 早知道我就跟Google講說讓你做Gmail就對了 早知道我就跟Google講說讓你做Gmail就對了 不過那個 你知道Google是很講求性別平等的 所以我們昨天看到那個8.5比1比0.5嗎 你不能只看那個1的Email 你必須8.5加0.6全部都看完再行 我全部都看完再行 謝謝大家